空观跟假观的观法应该如何应用 我个人觉得 当然也看人 有一种人 他妄想打得很厉害 这种人只要转过了 也是立根人 有些人不打妄想 不打妄想的 但是他死记沉沉 他整天的心就是 昏昧 年纪大比较会这样 他也不打妄想 他妄想比较维系 但是他整天昏昏沉沉 就是你妄想打得多的人 空观比例要高了 如果说 我这个人也不打妄想 我也不义佛念佛 我的心什么都没有 那就修假观了 假观的比例要高 要听懂吗 所以因病已要 没有标准答案 你修行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 你对你自己 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修法呢 现在的善知识 有没有他心通 是吧 我们只能把法要给你 自己怎么调配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 然后我这段时间 妄想打得特别多 我就先修空观 先把这个垃圾清一清 把现场相状理一理 我这段时间很沉闷 也没有打妄想 但是也没有目标 缺乏目标的引导 修假观 把佛的功德 带动一下 真不行 把经典拿来送一送 借假修真 借文字相 来带动我自信 脱比义正 你嫌我自信 所以这个空观跟假观的调配 因人而异 因不同的时间点而异